都给两根洗碗是为什么的 你猜 我猜不出 人家是要互相尝一尝 所以给两根洗碗 您猜上去 我用去拿来就好了 好 来 干杯 会友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你多大呀 我 你这有多大 我觉得你就 八 萌小说 我喜欢听 八六年的 这最小了吗 再见 就是只能这样了 我的状还这么老吗 但是难道八六年 已经老了吗 你觉得 老了呀 九零后 九五后都不行了 别说 别什么了 我八七的 怎么不行了呢 我八七的 你觉得 我八七的 我八七的 你猜八六八八的 那差一点 你呢 我八七的 你也猜一下吧 你呢 九零年 左右 咱们就真实点 你不用往小子猜 我 我看不太 我看不太出来 女生年年 我跟你样大 是 嗯 嗯 那你 保养得好 你保养得挺好的 切成立志 不用保养 你现在不用做班 不做班 我没上过班 都是自由职业 厉害啊 你觉得很 很意外吗 挺意外的 你身边上没有这样的人 基本没有 对 我感觉我们 就是还 差得蛮多的 就是 两个世界了 感觉 服务要帮打点纸 单身多久了 嗯 你挺快呀 两年吧 两年多 你呢 我 我就是 工作之后 谈的这一段 都 时间不太长 基本上就 半年 为什么呀 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好 嗯 你指状态不好 是什么心情吗 还是说工作 还是怎么了 就一个是 工作压力比较大 结束比较快 就 然后出差也多 那也有一阵 嗯 再又是 那这都是客观的 主要还是 自己的心理状态 没 没 没好 就觉得 这个 可能不是我 心里边想要的 嗯 我觉得自己 状态不好的时候 真的很难找到 合适的人 对 总裁不好 后来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多 按你要求 对对 都是那么合适的 都是 需要磨合 但是很多时候 在磨合过程中 还没得磨合完的 就结束了 那大门 这么听来 感觉像都是你的原因啊 我的原因居堵啊 而且大城市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 更新会在很快 节奏也很快 你接受的人也会很多 不是很 很珍惜你 就这样 真实想法 不要吃我渣奶 那像你谈恋爱应该也是 奔着结婚去的吧 肯定奔结婚去的 如果我觉得俩人没啥结果 我为啥要谈 浪费时间 你呢 我前男友 我是 当时也是跟他 奔着结婚去的呀 我们好了五年 他觉得自己还不太想 就是 进入婚姻状态吧 这牛排吃起来像猪肉 你不需要吗 肯定是 加工果 加工果 五年呐 给我的感情都很长的 最短都两年 可以 可以 是我羡慕的状态 但是不也是没成吗 你不吃这个 吃 你什么星座呀 我挺好奇的 巨蟹座 巨蟹 典型的 居家 居家过日子的星座呀 你是这样的吗 是啊 我特别居家 我跟你说 特别勤劳 我屋收拾也很烦你 是吗 对 我没事就爱收拾屋 那还是挺 男生这样还挺少的 有点觉得收拾屋 比较有成就感 就是你收拾干净之后 特别 特别爽 那你自己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还行吧 就 就习惯比较好 我 巨蟹男 洗衣做饭带孩子都可以 孩子没答应我 但是洗衣做饭没问题 你还要做饭带孩子 你还有什么爱好吗 基本上没有了 我也不会亲戚说话呀 谈个情啥的我也不擅长 小时候学画画 画什么送送猪八戒 什么哆啦A梦啥的话 挺开心 一去画室 天天叫我画那个方块 原住体 要不画大萝卜 球 天天画这个 不行 不适合我 都放弃了 那你平时看电影什么的吗 自己 现在不看了 不看了 越播越独 哎呀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 聊得来的 有趣一点的 然后有共同爱好的呀 这不女生不都喜欢那种吗 女生都喜欢这种 哪有谁人不喜欢聊得来的 没有吧 没有吧 我这个已经很具体了 然后来的 有爱好的 然后 比如说 喜欢看电影之类的 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同的爱好的 就对运动这方面还是 还可以 然后我喜欢性格稍微好一点的 我特别怕就是莫名其妙 发脾气或者是脾气很大很急的人 突然间爆发的那种 但是有的人爆发它 不会 就是很激烈地爆发 它会比较冷 就冷战吗 对 就不高兴 我今儿就不高兴 那这个频率是很 对 看一下这个频率了 对 我今儿就不高兴 不想说话 别跟我说话 你跟我说话 我就得给你找茬 那你是会通知对方 你今天不高兴 别跟我说话 你就是这样的人 对 我今儿不高兴 你别跟我说话 然后那如果你高兴 你会告诉他吗 我现在高兴了 可以来了 不会 你不会 那怎么 那对方怎么知道你 现在高不高兴呢 发火的时候 我会给他警告警示 如果现在特别不爽 别人惹我 如果他时候还惹我 还在这儿气你 那肯定要产生战争了 那你怎么缓解这种情绪啊 一般 父母情绪就 呆着 对啊 自己和解 找点事 该别做噩梦了呗 对 当然有个人安慰当然更好 安慰不好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一般这种时候 就还是别理 还是别安慰 离远点 这样可能会效果更好 不是我还行 还不算特别不正常 稍微一点点不正常 对 稍微一点点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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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受 小脾气还挺多的 能 能接受 算了 不能接受就算了 不问了 你最不能接受的女生的点是什么 最不能接受的女生臭 行吗 我不太能接受的女生就是 总是一种小的欺骗 小欺骗 一些谎言 会让我非常地不爽 会很焦躁 我认很大度的 没有说什么 比如说女朋友就是 和别的男生出去玩啊 或者是和朋友们干嘛呀 就是这种事 我没什么太多想法 不会去往平安的想 你只要如实说就好了 不需要说那些 可能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嗯 那你是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 没问题 那你会跟 其他的女生出去玩吗 几率很小 因为女生朋友不多 女生朋友不愿意带我玩 对 她 她带我玩的最多 可能是把我当个司机 我没有啥女生朋友 我没有啥女生朋友 我这天生女生是不好的 我就是 怎么说我对女生可能还是比较有目理性 比如我觉得 就是如果是找对象 我肯定可能 可能和你多接触接触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关系 我就 根本不搭理你 囊接触的都是我们囊成的 对啊 有哥们特别多 有一道女生就白扯了 她那和刚才那是一样了吗 对 要不我们换一换 你尝尝这个 别你一个吧 我也不尝了 你说说你对我的感受 感觉 我没弯点味 好不好 这个委婉 没必要 多美人不要太委婉 就直话直 实话实说 我觉得 我觉得挺漂亮的 气质 谢谢 有气质 她完全 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凶 比较凶 因为有气质都会比较凶 我的气质是那种凶的气质吗 我不是 事态性能问问 炸我 对 会是比较凶吗 我觉得我不凶啊 但是确实也有脾气 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我觉得年纪越大 其实你这个东西就越大 我觉得你挺好 谢谢 很赞 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 是吗 对 就是那种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挺好 对 其实我平时更有意思 是吗 你觉得我怎么样 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一个 不要错过缘分 是不是 比如我 对不对 你觉得你是我的缘分 有缘来相见不就是缘分吗 对 我们是有缘分的 对吧 你说这得是什么缘分 人生中每个人都是缘分 对吧 你是好相处的人吗 有点事 对吧 有自己的小情绪 有自己的一些坎 一些底线 我感觉你会有点严格 就不是那种 只要 两个来以后就OK了 不是那种人 你现在是在上海吗 对 只是我接受不了伊丽 嗯 我也 不行 好 很高兴认识 我也是 握手 晚餐愉快 晚餐愉快 晚上还是挺冷的 是啊 而且现在刚下门雪 花雪更冷 不是 我会有点 很高兴 就像这边